嗨,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减肥期间 或者说间歇性减肥期间非常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心情管理问题 情绪管理问题 很多人跟我说 哎呀,我减肥的时候就是说心情很不好 很低落 特别是在看到想吃的东西吃不到的时候 心情就会很糟糕 然后莫名其妙的会迁怒于他人 比如说上班族可能会迁怒于自己的同事 然后在家的话有可能会迁怒到自己的老公或者是孩子等等 那所以说这个情绪的管理方面 就是说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管理住我们心里的那个小魔鬼 好吗,我把它暂时称为小魔鬼 因为他真的是很傲娇 然后时不时又出来作祟 当你的天使在你的左耳边说 不要吃这个会长胖的时候 这个小魔鬼会在你的右耳边说 管他呢,就这一点点吃了吧,没事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左右增长 所以这期我要教大家在间歇性断食 或者是说你在低碳饮食的一个情绪的管理 OK呢,毕竟我希望大家这个减肥 就是说不要说一开始就用力过门 这也是我在一开始介绍给大家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就说过我们就是说可以慢慢的来慢慢的执行啊 不要用力过门 因为有时候用力过门的话会导致人的一个就是容易暴饮暴食 因为比如说一开始有的人进行间歇性断食 一上来就用十八六 比如说就十八个小时我不吃东西 六个小时我吃东西 那么会导致他就是过了这个十八个不吃东西的这个小时以后呢 就会非常的饥饿 然后看到什么都想拿 都想拿进嘴里 然后不知不觉的甚至有的人会产生一种暴食的心理 暴食的心理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曾经就是有暴饮暴食的人 他在这个启动歇歇性断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暴饮暴食 那这是我们非常不推荐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中的话呢 那么我们建议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断食时间缩短 慢慢的来 我们开始慢慢的执行 没有人能够一口吃个胖子 那么由胖子变成瘦子肯定也不是一天或两天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长期奋战的准备 就比如说我当时从72公斤减到50公斤 也不是说一个月就形成 也不是说两个月就形成 我是执行了四到五个月以后 四到五个月以后才从就是四个多月 才从一个72公斤的胖子变成一个50公斤的瘦子 所以说这都是要有一个阶段的 所以大家请摆正这个心态 刚开始接触间歇性断食的话 我建议有的人可以从14时开始 就是说你这10个小时内你可以正常的吃三餐 然后14个小时让自己断食 然后这12个小时内也请你不要报饮报食 你可以正常的安排你的三餐 早上中午和晚餐正常的吃喝 然后呢晚上保证14个小时 你只喝水 只喝一些黑咖啡或者是茶 不要含任何带糖的东西 不要含任何带卡路里的东西 所有请记住除了空气水 茶咖啡你能喝以外 剩下的话我连带糖都不推荐 然后就是说你在你吃饭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说你这段时期间歇性断食时期 尽量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为什么 因为碳水化合物摄取 它容易造成你血糖一下子就提高 血糖提高的话呢 胰岛素会大量的分泌用来降低你的血糖 那么就会造成你在吃你的这个高碳水的过程中 你的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造成一个情绪的波动 那么血糖的这个高低不平稳 就会造成你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很high 有时候又突然很低落 有时候看到自己的宝宝觉得好可爱 有时候看到它又会觉得像个小魔鬼 所以我们说的话呢 就是说你在间歇性断食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慢慢的开始 比如说初学者14时开始 然后就是学会一个低碳的饮食 尽量让自己的血糖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平稳的状态 然后不要让自己的一道数水平像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保持就是保证就是从你的生理上面 给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有太大的跌宕起伏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自身本身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这类朋友 那么这类朋友他在执行一个减肥的时候呢 一是容易急于求成 想很短的时间见到效果 二就是他呢 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压力大 所以可能会造成情绪浮动也比较大 然后甚至会暴饮暴食 就是觉得我必须通过吃东西 才能够弥补我心中的那个黑洞 这类朋友我要劝你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住的那个小魔鬼 就像你带孩子一样 你想一想 小孩子在两三岁在特别小的时候 或者说哪怕他到小学阶段 那么就是说你是如何教育你的孩子呢 你会他一问你要什么 你就马上买给他吗 比如说他今天跟你去超市 你看到他看到一件比较好的衣服 或者看着一个很好的变形金刚 想问你要 你会马上就掏钱买 买给他吗 还是给他说 这个月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玩具了 我们能不能等到下个月再说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心里边 就心里里边住的小魔鬼 有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他呢 以往习惯于你一直给他吃的东西 一直给他吃 你饿了你就给他吃 饿了你就给他吃 所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有一天你突然告诉他说 我们不能吃了 我们吃的这一餐下一餐就没了 然后要等到十个小时或十四个小时之后 你才能再吃 那么这个时候你心里边住的小魔鬼 就会闹情绪了 他会想那我都饿了 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吃 所以他会在那不停的 不停的向你要吃的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所以说就像教导教育小孩一样 你也要去懂得教育你心里边的这个小魔鬼 你要懂得安慰他 你要告诉他说我们刚才已经吃了一餐了 并且是很饱足的一餐 那么我们要等到下一餐等到十四个小时以后再去吃他 你要这样子不断的去安抚你的心里 安抚你心里的这个小孩子 我们不称他为小魔鬼 称他为小孩子吧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是说你就会像教育小孩子一样 你就会也把你心里的住的那个小孩子调教好 那么他也会变得非常乖 他会养成习惯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你给自己 比如说一到两周的时间 去适应这样一个界限性的饮食 因为一开始大家往往都不会太习惯 因为你是在本身 你胖的时候你是处在你的一个舒适区 你的身体 你的心理 就是说你的不管心理还是身体 它都处在那一个舒适圈里边 今天要你减肥了 你要求自己减肥了 那你就要跳出这个舒适圈 跳出舒适圈不可能说你什么都不做 你是一定要做出一点牺牲 那么才能得到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劝为你心里边住的那个孩子 那么我们要坚持过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定会看到好的结果 每天都要给自己打气 每天都要给自己打气 这一点千万不要忘 那么坦白的说 我一开始其实也有 那么一到两周 甚至三周的时间吧 有时候就是说 特别是在平台期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 但是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再坚持一下 我再看看结果 如果没有结果再说 而且我们这个坚持 不要说 哎呀我明天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后天 这太短了 真的说一句话 两三天对于减肥来说 你积累了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脂肪 怎么可能说在三四天之内就消耗殆尽呢 你又不是去做抽脂手术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平常心 同样我们也要给自己时间 给自己身体时间 然后去观察你身体的一个变化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 特别像现在在家的时间 有一些人他因为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啊 无事可做啊等等 然后坐在沙发上宝具的时候 就不自觉的就想吃东西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 其实往往很多时候 就是包括我在我第一个专辑里面 我说的时候也是就是说当你怎么判断自己真的是饥饿还是无聊 就是你走到冰箱跟前 拿上一根黄瓜 再拿一个苹果 问自己要不要吃 如果其实你 对这两项都没有任何兴趣的话 那就证明你真的不饿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饥饿 我们真的是无聊 那么我们无聊的时候 就身体就会可能分泌更入荷尔蒙 然后促使你去填补一下 你心中的那种不满或者遗憾或者小黑洞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给自己找点事做 我之前建议就是大家就去做一些家务活啊 因为你做家务活同时也是在运动嘛 对吧 也是在燃烧脂肪 在消耗热量 或者说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一起 比如说帮他一起搭个积木 或者跟他一起做个手工活 或者跟他一起唱儿歌 或者跟他一起跳跳舞 等等等等 或者就简简单单的去外面走一走 散散步等等 反正不管怎么样 把你的注意力转移一下 从吃的上面转移一下 那如果你实在说我什么都不想干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泡一杯热茶 真的泡一杯热茶坐下来 慢慢的把那杯茶喝完 那么半个小时以后 你再问自己饿不饿 大多数情况你就不会感到饿了 因为这种不是振振饥饿所产生的这种 想吃东西的心理 大多数都是由无聊产生的 所以说你给自己就是说 也就是经常问一问自己 真的是饿还是不饿 而且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在间歇性断食中 真的是把食材要选好 我见过一些朋友 他说他捡不下去 那我仔细一问他吃了什么 他一天到晚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 那么碳水化合物是一种 进到体内很快就会被消化掉 然后转成糖原 转成脂肪储存起来 然后你很快就会感到饥饿 因为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相比跟脂肪 将比它的饱腹感差的很远很远 所以说以至于你如果进行性断食中采取 碳水化合物的这种食谱的话呢 你会比别的人更感到饥饿 更感到不开心 首先它会影响你的胰岛素的分泌 影响你血糖的高高低低 另一点它又没有给你带来很强的饱足感 饱腹感 所以我建议在我们间歇性断食期间 我们要就是最好以高蛋白为主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是间歇性断食 为了良好的饱足感 我建议蛋白质的摄取量 至少在你体重的1.2以上 1.2到2 因为你是在间歇性断食 你必须要有这个饱足感 蛋白质可以提供你足够的饱足感 同时又不至于热量太高 也不至于让你的胰岛素高低起伏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好的脂肪 好的脂肪也会给你的大脑带来饱足感 我们的大脑有70%是有饱和脂肪酸构成的 你要给大脑吃足够好的脂肪 足够好的油 它才能开心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其实可能不是饿 你只是简简单单的 吃了太单一的碳水化合物 或者太单一的蛋白质 没有给自己良好的脂肪摄取 你的大脑在向你抗疫了 在向你抗疫了 所以说比如说这段时间 你要买三文鱼吃 然后你要买比如说好一点的 带有肥肉的一些牛肉去吃它等等 反正无论如何要吃一些好的油脂 那么橄榄油啊椰子油啊 这种特级生炸的橄榄油啊椰子油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能够给你 让你在这个间歇性的断食中保持有一个好的饱足感 同时呢 你的大脑也处于一个非常满足的状态 那么你才能更好地把你的这个间歇性的断食坚持下去 好那我希望我今天给大家建议的几点 大家能够采纳并且去真的去试一下 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也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在减肥的路上 真的是能够成功 好吗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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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